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突击小队一晚发现一间埃及古墓 没想去是一座监狱 还放出镇压千年的穆乃伊的故事 西穆乃伊 话说在遥远的古埃及 有一位安玛公主 不仅人长得好看 还是用双拳 就是冷酷无情 本来是王位的唯一继承人 没想老爹半路里娶了一位新王后 还生下了王子 显然命运将会被改写 心有不甘的公主黑化了 她和魔神签订协议 获得了邪恶力量 黑化后的新造型是纹身加瞳孔一变二 随后公主用匕首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别以为这样就算了 她还得按照协议为魔神长一具身体 并相约和魔神携手登上宝座 这样她就不会孤单了 就当公主把像有宝石的匕首即将刺入选中的身体时 不幸被抓 还被厨以集邪 制成了木乃伊 封印于石棺内 被埋在一个黑布琉丘的监狱墓穴之中 时间回到现代 一个突击小队无意之中炸开了一个大洞 展现出一个巨大的面具雕像 引起了美女考古专家芝妮的兴趣 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古墓 还说起古墓的价值 吸引了在场的突击队员尼克和胡子哥 于是三人下了古墓 墓穴里有六个怪兽雕像 中间还有一个水银坑 里面似乎镇压着什么 尼克不知哪根筋不对触碰了开关 于是一具棺木从水银坑里缓缓上升 显然里面是个大粽子 突然大量的虫子爬了出来 胡子哥还被咬了一口连开几枪 还好虫子没有毒 否则挤人就狗带了 而盯着棺木的尼克 似乎看到了棺木的主人 还是个小仙女 并对他说你是我选中的人 随后棺木被五花大绑 用直升机吊了起来 准备带回实验室研究 大粽子重建光明 自然是少不了乌鸦的围观 没走多远便遇到了沙尘暴 于是改用大飞机 在飞机上 胡子哥因为被虫子咬了 第一个发生了变异 还拿起匕首搁棺木上的绳子 上司炮灰哥立马上前阻拦 没想被捅了几刀 大家一看不对劲 举起了枪 尼克立马阻止士兵 还在为好友胡子哥解释 没想胡子哥丧失了理智 既然被逼到角落 无可奈何之下 尼克开了一枪 显然胡子哥已成为丧失 尼克只好又补了一枪 这次他倒在地上 没有了动静 突然飞机发生了故障 成群结队的乌鸦袭来 开启了自杀模式 于是飞机失控 还出现解体现象 千军以发之际 尼克为珍妮带上金幼的降落伞 自己则英雄救美 随着飞机坠落 于是珍妮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画面一转 来到停尸间 尼克突然坐了起来 撕开了袋子 看这个样子 显然是没有问题 突然胡子哥又出现了 对着尼克就是一顿训斥 这时珍妮等人进来 一脸惊奇地看着尼克 胡子哥却没有了踪影 另一边飞机的坠落点 两名搜救人员正在检查 意外看到了完好无损的棺木 话说这么高摔下来 居然没事 于是一名救援人员先看了棺材盖 下一秒他就被木乃伊吸干了 变成了丧枝 另外一个当然跑不掉 这边尼克和珍妮喝着小酒 庆祝节后余生 珍妮告诉他 其实他是知道 古墓里的那具棺木的信息 里面除了木乃伊 还有一把宝石笔舍 那就是魔神协议 没想尼克又看到了胡子哥 他还摆出手势 显然有话要说 来到厕所 胡子哥先是责怪尼克 死后还告诉尼克 自己被诅咒了 你也被诅咒了 你是被他选中的人 只有按他说的去做 你才能被解救 尼克难以置信地跑了出去 没想对面出现一具丧尸 还有成群的老鼠 把他扑倒在地 差一点就把他给吃了 突然珍妮把他拉到路边 原来这一切都是幻境 这时尼克相信了 他就是被木乃伊选中的人 即将要成为魔神的载体 而珍妮却不相信 认为他是坠机时脑震荡了 尼克还表示 自己还可以感应到他的存在 于是两人决定前去一看究竟 另一边 木乃伊正在忙活着 强大自己的队伍 而木乃伊自然能感应到尼克的位置 很快 丧尸小弟就把尼克绑了起来 把他按在石板上 木乃伊拿出一把匕首 准备刺小尼克 突然却停住了 木乃伊难以置信地看着匕首 原来匕首上面的宝石不见了 没有宝石就成不了事 这时珍妮出现 木乃伊起身追着珍妮 尼克趁机摆脱了丧尸小弟的控制 拿起匕首对着木乃伊刺了一刀 带着珍妮就跑 在门口开启了一辆车 一路狂奔 但木乃伊能感受到他的位置 不断地有丧尸上前来袭击 可都是些小弟 战斗力并不强 但不幸的是翻车了 在树林里滚了几圈 尼克还是安然无恙 这时木乃伊出现在正前方 尼克捡起一根木棍 准备上前拼命 没想却被木乃伊打飞了 此后木乃伊拉到珍妮身边 突然一只剑袭来 木乃伊中招了 这时拉了很多人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几只剑袭来 于是木乃伊被制服 随后珍妮被救 尼克正好奇着 却中了麻醉枪 画面一转 尼克终于见到了幕后大boss 他就是专门研究怪物的亨利博士 他一直在研究和制作 各种各样的怪物和木乃伊 珍妮也是受聘于他 为他在工作 还看到了木乃伊公主 他被铁链锁住 插上了水银管子 管子里不停地注入水银 这样他就无法使用强大的力量 等着被亨利博士解剖来研究 尼克表示 这些不管我事 亨利博士说道 你被他选中 即将成为终极恶魔的载体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消灭恶魔 另一边 宝石被一个考古队发现 重见天使 很快 木乃伊就感受到了 他用仅有的意识 弄来一只虫子 控制住一名水银操作人员 关掉了水银 还砸坏了机器 于是 木乃伊趁机把水银吐了出来 这边 尼克和亨利博士发生争执 还打了起来 没想 珍妮却选择站在尼克这边 好不容易将亨利博士制服 珍妮告诉他 我们去毁掉宝石 这样就没有了诅咒 你就得救了呀 珍妮还告诉他 自己知道宝石在哪里 于是两人赶了出去 另一边 木乃伊已挣脱铁链 还吸干了一人 力量已回复 还发誓要找到尼克 便使用了妖法 强大的沙尘暴立马来袭 尼克和珍妮一路狂跑 一辆汽车袭来 尼克又一次英雄救美 被卷上了一辆空车 这时胡子哥突然出现 让他跟自己来 在胡子哥的带领下 尼克走进了一个地下通道 没想 胡子哥却告诉他 我的任务是把你和宝石带到这里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顿时成群结队的丧失袭来 有这样的队员也是醉了 尼克一阵狂跑 显然互坑了一次 撤平了 随后尼克还救起了珍妮 两人一阵狂跑 另一边木乃伊正和一帮人拼着 还拥有了大量的丧尸小弟 并成功找到了宝石 把宝石装在了匕首上 现在就只差尼克了 这边尼克和珍妮被丧尸追到水里 好不容易才甩掉丧尸 没想 木乃伊却突然出现 劫走了珍妮 尼克在后面拼命追赶 等他赶来时 珍妮却溺水了 很快 尼克也被抓 他仍然不屈服 但并不是木乃伊的对手 于是被狂揍一顿 不想 匕首却被尼克给顺了 尼克把宝石砸向地面 想砸碎他 木乃伊告诉他 如果把他撒碎了 你就失去了永生的机会 还用美人计对付尼克 没想 尼克却把匕首刺向了自己的身体 随后 尼克倒在地上一番挣扎 没想 宝石失去了颜色 尼克还是安然无恙 顺手一捏 匕首就成了渣渣 他缓缓地走向木乃伊 木乃伊想象自己和魔神的幸福生活 没想尼克因为自己把匕首刺紧胸膛 成功主宰了自己的意识 杀死了木乃伊公主 便复活了因遭受的木乃伊诅咒 而死的所有人 公主再次成为了一具干枯的木乃伊尸体 被封印起来 复活后的胡子哥和尼克一起浪迹大沙漠 或许他们是想去寻找答案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结局处处为续集埋下伏笔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西木乃伊2》的上映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西木乃伊2》的上映